大家好,咱们看到这首歌曲都非常的熟悉 那么初学简谱不建议大家看着歌谱就去唱 我们先去分析节奏,画拍子 看一下这首歌曲主要涉及到以下的几种节奏类型 第一种就是单独的这样的一个音 这就是一个四分音符 他唱一拍,一下一上,他唱一拍 比如说咪,对不对 这些单独的一个音,这都是四分音符,差一拍的 第二种,后面加一条短线,叫增实线 二分音符,差两拍 比如说二分音符,二分音符,二分音符,差两拍 第三种,后面加了两条短线的 这个音符叫负点二分音符 他唱三拍,看,在最后这一边,三拍 第四种节奏就是下面加了一条线 加在下面叫解实线 这种音符叫八分音符 两个八分音符一组,我们把它称为二八节奏 一个音半拍,两个音一拍 大大拍 这里边呢,很多很多的二八节奏 下面一种呢,是比较复杂的 就是一个负点四分音符和一个八分音符 四分音符差一拍,负点加它后 延差它的一拍半 八分音符半拍,在这里边有了 大大 我们呢,一共有两个这个负点 一会儿我们就来带大家来唱一下 最后一个是一个零 零是一个什么呢,休止符 单独的一个零就是一个四分休止符 休息一拍 也就是说我们拍子在这走着 但是呢,我们这儿呢,已经不唱了 休息 下面我们搁这节拍器 给大家来示范一下这首歌曲 速度,我给大家调到70的速度 非常慢 我们来听一下 一、二、三、九 咪咪�anu 你咪悘� qualquer 我坐 happens 褻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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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